好莱坞著名影星李奥纳多主演的电影《华尔街之狼》 让他躲下了2014年金球奖影帝 也入围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非常风光 但是呢美国司法部在2016年针对伊玛公司弊案所发起的充公行动当中就指控 电影制作公司红颜电影 他们涉及非法挪用伊玛公司的1亿美元来拍摄这部电影 那空照当中更爆出 前首相纳吉的继子李扎刘特佐跟华尔街之狼的主角等人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豪赌作乐 还用伊玛公司的钱来还他们的赌债 那国际影星一夕之间跟1MDB这一宗全球最大的洗钱案扯上关系 让李奥纳多他从天堂瞬间掉进地狱非常狼狈 甚至在承受巨大的压力多时之后才打破揭幕的说 要是他个人或是他的基金会所获得的礼物和捐款 是来自伊玛公司的话 他会愿意归还 而其中呢 由红颜电影公司送给他的奥斯卡小金人想做 就是他已经归还的项目了 那这件事其实呢 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 我们今天会就是重提 是因为呢 有关李奥纳多跟伊玛公司纠缠不清的案件 有了新的进展 那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熟悉案情的消息指出 李奥纳多最近几个月在华盛顿的大陪审团前成为了证人秘密公正 协助美国司法部调查伊玛公司的弊案 这份报道当中还会声会影的说 因为大陪审团他们的审讯是秘密在进行的 所以呢 就不清楚相关的单位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在不知不觉当中 把李奥纳多带进了联邦法院去问话 更不知道李奥纳多当时跟法官说了些什么 但是报道当中强调 李奥纳多他只是证人 而不是被调查的对象 因为检察官认为 李奥纳多的公正可以为这起案件提供有用的内幕 以及揭露核心人物刘特佐在弊案当中扮演的角色 可能会让这起案情出现重要转折 那虽然早前呢 李奥纳多是已经透过发言人说 他愿意配合有关伊玛案件的相关调查 但是李奥纳多这一次是不是真的上庭公正了呢 报道当中也有提到 李奥纳多他的发言人拒绝置评 而美国司法部的发言人 他们也没有回应